哈喽哈喽,又是我筆基道了,我们这个频道 大家应该都 应该获得悲益的了 不要紧要,重新再跟大家讲,什么是筆基道 筆 不是说我筆基,但是我也是筆基 筆就是用筆写下的,一定要重点写下 你用筆写也好,用IPAD用筆写也好,什么都可以 即使换句话说,我希望告诉大家,写得出是很重要的 将来我们这个带货直播,我会卖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business plan 什么叫business plan,是商业的计划书 写得出就是大家可以讨论,怎样可以赚钱,我教你做生意都可以 一定不会输的方法 我的概念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不是一定赢,不过一定不输 那听下没有赢底 好了,筆基道的,筆基呢 筆都是筆基的了,我不是筆基的,放心 筆基的意思就是说,怎么也有些反叛的意识形态 如果我们大家都接近的思考模式 大家的学历水平差不多,为什么我呢? 就是因为我想起来的方法,试一下模式 以及根据我的逻辑思维,认知的方法不同,见到的东西不同 所以,今年12月呢,我跟大家一定会讲跑马 跑马你就会,当然了 跑马仔,怎样选马很重要 14个马怎么选择,一只赢 买到一只哪没用的,要过关的 那哪一天是可以赢的? 而接近是最公平的,只有一天而已 就是国际赛事 为什么我留在国际赛事教你跑马仔的时候说 大约是11月,第二个星期左右呢,你会听到的 这样呢,我们会在那一天,直接搞一个直播 直接告诉你买什么,你会看到你的投资 估一下而已,估一下都中了 不知道多高兴 我连赢了五届 那有没有那些竭门紧有的呢?到时教你们呢? 所以不击很重要的,如果大家都很击 很正常,那大家安安分分 那谁跑出呢?当然有人跑出 这样的世界,所以北击有少少反叛 不要太反叛,也不要太离京半渡 但是又要有少少离京半渡 那我现在教你的是易根经横念 怎样找到另外一些竭门 可以告诉大家,不是勤勤力力就有饭吃 而在一个这样的经济环境下,经济环境下 香港进入了一个收缩 或者倒退的经济环境 我们为什么都可以创造自己的财富 或者创造自己的家庭呢? 道 就是我怎样跟你讲道理 讲了很多次的道理 但是教你做生意的时候 一定要有刺心 就是道刺的道 如果你有这两种道理 那我不是叫你去偷东西 不是叫你去抢东西 那你拍拖也是偷心 你怎样盗取你的女朋友的欢心 最后成为你老婆 那我也会教你的 这个就是在沟通的章节跟你讲 怎样的沟通的方法 令到你立于不败之地 你要和你的客户可以获得沟通 你和你的投资者也可以获得沟通 为什么你只是买个商业 别人都会投资? 为什么你会去和别人做表演 让别人成功呢? 就是沟通的方法 所以不羁度是会给大家的 除了是投资价值 各方面都会教你 做人处世的道理 或者做生意的必胜的方法 未必是赢的 但是一定会先输 好了 今天要讲什么? 今天要讲的课题就非常重要了 上次就讲 讲着日本 现在我们又回到 讲讲趁势 当日 特朗普 在海湖庄园 接见完这个习近平 之前是接见过 一个人 那个叫做 按摩全三 死掉了 但是 现在的手朕 再会消费多一次 这个重要日子 也都会导致 香港或者中国的股价 会下跌 还会大幅度下跌 为什么? 他将世界阵营斩了一半 除非这个国藏搞得不好 搞得好代表什么? 日本的国运兴隆 是的 从那天开始 日本 就会看那一线 谁告诉我们 日本会看那一线 你跟他买都没问题 那个叫做 赌神巴菲特 赌神 赌神 投资股票 他一直都很简单 他只是告诉你 喂 我买股票 摆很长的 我很熟悉 接受访问一次 我看完整个表演 就是可乐而已 喂 1600万支 一天 那就是说我买可乐股份 那就是1600万支的钱收 全世界说每天 他只是赚一毫子 我都不得了 他是非常长线的 在那个年代OK的 今天 他也有程度上策略的改变 他投资的股份 你留心一下 他有很多现金 即是价格很强 牵涉范畴也非常强 但他无端端那一天 買日本股份 还一次过买五个 重要宣传就是巴菲 我告诉你们 我们这五个 我们由5% 最多买到9.9% 长线投资 长线投资是什么 不是两三年就问什么 那即使对照 代表着什么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告诉大家 他看好日本股市 那我只是跟他一只 你可以上网有五只 我现在不披露五只 我只是说就是30相前 30这个牌子 咦 OK 涉猎范畴非常多 但是我就看重另一个范围 因为我19年 看到国际形势的改变 很多人军演 很多人军演 就是什么 军工市场大有可为 军工市场大有可为 第一个国家 出口最多军工的 美国 我更加看好 军工股 为什么 军工股 在那个时代 2019年左右 不断都在那里有军演 2020年竟然 巴菲特的巴郡 投资日本股市 其中一个是30 所以我第一个买的 就是30重工 30重工是军工的 但是 除了这个之外 我就当时一直搜索 有哪些值得投资 竟然让我找到另外一只股份 叫做石川岛播幕 它竟然在这个日本有另外一个称号 它的名字叫做 《军国主义的权》 上年我大约有70%的利润 我将它两只股份 都将它买一半 先获利 接着我还相信自己的眼光 就是如果基金公司跟我一样 去到一些高位 下来 起码都买一些先 获利之后 到某一些时间会再升高 今年就呈现了一个这样的状态 现在又再向这个上升轨道 那大家不妨去看看 这两只股票 一只叫做石川岛播幕 另外一只就叫做三明重工 石川岛播幕 今年还发生了另一样的事情 三月的时间 努斯来斯引擎 已经答应 跟他们一起研究 未来新一代的战机引擎 那即使他们想 有机会 这个就是事实了 只要你相信这个是事实 今年9月 今年9月 当这个国状 搞得非常成功 那即使换句说 是怎么办 日本的国民就会觉得 自己的自信心 会再度提高 提高自信心 也会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的投放在这个军工的资源 会大幅度 表示不是1% 现在控制在1% 去年已经是2% 现在不是1% 直接告诉你 我要大幅度增加军费 要加1,000支中长弦导弹 放在西北方 去保护着日本的领土 保护日本的安全 而这个日子 是令到今年的中国的中日 有好50年 这个正常外交关系 所有的事情将会取消 现在日本已经隐含着这个风 一直在吹 现在都8月底 9月底很快 所以这个会 即时会影响了 香港的股票 中国的和日本的关系 整个风起云涌 就会即将在9月上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的 那为什么 中日的关系会搞成这样的 而中美的关系又会怎么搞成这样呢 现在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知道 又要回去 特朗普还没有做这个总统 之前的一段短时间 安倍晋三 和他飞去海湖庄园见他的时候 提出了一个印太的一个战略架架的策略之后 最后来我们的主席习近平 是第一次拜回这个美国的时候 去海湖庄园 言谈甚欢的两个领袖和两个第一夫人 但是发生了一件事 值间吃饭的时候 特朗普告诉习近平 我都不知道 我是一个强者 我说了就会做的 我扔了给你看 但是他的态度就是 很轻言淡舌 我刚刚在中东做了一个军事策略 而令到中美 在这个关系 是由正常化至到现在的恶劣 其实契机在哪里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个就是我要不断去和大家说的 就是国际形势的改变 就是找一些结果 找一些事实 如果你找到 所有的东西你已经可以定调 这个 当时 习近平就邀请特朗普访华 整件事情安排得非常好 但是重点呢 就是见李克强的时间 特朗普见李克强的时间 李克强的说话就是 总统先生 第二次所有的东西 你看到我们的供应链 我们的制造 已经达到全世界最大的世界工厂 你不用搞的 听我们来搞就可以了 普通的一个政治领袖 就不觉得是一个问题 但是特朗普是什么 特朗普是一个商人 嘞 买了东西 你把整个供应链 拿了所有 如果帝市 你拿着我的脖子 我就买了东西 还有 你叫我什么都不做 全部都交给我做 帝市 你红马刀在我的脖子里面 不是糟糕 从那天开始 实际上就是中美国力的开始 还有 他发觉了很多关系不够 这个进出口的顺差的问题 你经常找我好处 那就由经贸开始谈 一直直到现在 所以要告诉大家 如果我们能够捉到世界格局的改变 其实经济的改变是即时展现的 只要我们相信事实 不要用眼睛 不要用耳朵去看东西 要自己感受一下 香港今天的经济究竟是衰退 是因为欣欣向荣很多希望 你出去旺角看看 出去尖沙咀看看 落同罗湾看看 走走外街 罗素街以前很多人 是铺王 全球最贵的 现在会变成什么 那你可以知道有答案 多谢大家 下一次我们再见 拜拜